据明慧王统计 2023年9月最新获知 至少104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非法判刑 迫害最严重地区依次市 吉林省21人 辽宁省14人 河北省10人 北京市9人 甘肃省7人 湖南省山东省各6人 广东省四川省各5人 碧桂园服务10月10号晚间公告 碧桂园服务总裁李长江辞职 引发大陆民众对碧桂园前景的关注 有网友说 碧桂园的棋房别碰了 这样估计要布恒大第二 房子卖不出去就没有现金流 银行又不给贷款 随时都会打平 10月10号 华北理工大学学生 在学校食堂饭菜中发现老鼠头 该校夜间发公告称 解除与食堂一间餐饮公司的委托经营合同 并将追究相关责任 该事件再次引发民众痛斥 这已经发展成电视连续剧了 突然更新一集 这些年我们吃过的鼠头 中共外交部11号宣布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将在10月17、18号在北京举行 俄罗斯总统普丁也将出席 这将是普丁遭国际刑事法院 以战争罪通缉后首次外访 但由于中共不是国际刑事法院 罗马规约的签署国 没有义务逮捕普丁 新唐人杨电视 真理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